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一定会说话 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了 我们一跨入教会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要学习的就是祷告 我们信主第一件事要学习的就是祷告 以前被教导 祷告就像呼吸一样 我们每天都要呼吸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祷告 那么 祷告像呼吸一样自然 你觉得是吗 你觉得你的祷告像呼吸一样自然吗 我们的祷告 我想如果我们的祷告都像呼吸一样 那样自然的话 那我们应该很积极的去祷告才对 但实际上呢 在我的经验里面 在很多人的经验里面 我们祷告好像并不是那么积极 并不是那么积极 所以我们一生的时间 我们都需要学习祷告 那为什么请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 我当时就在想 我们三月份有一个全国禁食的祷告 那这一次呢 八月一号到九月九号 又有一次是全球性的基督徒教会 一起进食祷告 为自己的国家 为各地心的需要来祷告 我在祷告上面呢 我发现 我实在是够上 实在是 好像我们都知道需要祷告 但是我们好像 常常觉得自己很疲累 常常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时间 甚至常常觉得 虽然有很多需要 好像还没有那么想到祷告 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就是这样子 所以刚好我也想到 我们应该在祷告上 虽然我也参加这一次的祷祷祷告 但是因为真的事情非常软弱 好像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祷祷祷告 这一次全球性的八起祷祷祷告 有的团体是两个钟头 早上两个钟头 而有的团体是一个钟头 那我是参加了一个钟头 因为发现 有时候力不从心 是你想要祷告 可是好像生活上的一些琐事 需要去做的琐事 可以占据你的时间 所以我就想到 我应该再来学习 再来从耶稣的身上 来看见我们 耶稣的祷告生活 是怎样的祷告生活 然后我们来学习 耶稣的祷告生活 那么从耶稣的祷告生活里面 可以发现 耶稣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 耶稣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 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 当耶稣祷告完了以后 有一个门徒就来跟他说 耶稣啊 施洗约翰都会教他门徒祷告 你可以不可以也教导我们 祷告 他的门徒就要求耶稣教导他祷告 为什么他的门徒 会要求耶稣教导他祷告 但是我们的维基地乡 是这方面的专场 我们要请他学习 我们总是找他专场的 哪一个人有什么地方专场 找他 那这个门徒呢 他会找耶稣学习祷告 他一定看见 耶稣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 祷告好像是耶稣的专场 所以他就请耶稣教导他祷告 那么所以我也想得到 我们从圣经上我们来看看 祷告来看看 从耶稣的祷告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或者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或者对我们有什么鼓励 那在日加福音里面 他想到耶稣的祷告呢 是比较完整的 因为富家福音 他的对象是给外方人 那么那时候的希腊世界 他们所寻找的 他们非常的看重 非常崇拜的 是在身上非常的 那个什么 功成名就的 在每个个行业里面 都很出人头地的 他们会替他设一个拉向管 然后这些这个管里面 他就有各行各业 非常的工整 做的排列在那里 他们非常的紧张这些人 他们会从这些人去学习 路加福音呢 路加呢 所以他写信 他写这一包信给外方人 以外方人为主 他就讲到 耶稣才是你们真正的 应该要紧张的 耶稣才是真正的 应该要效法的对象 所以他从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 因为耶稣如果是一个神 我们要来效法祂太容易 但是耶稣如果是一个跟我们一样 有血有肉 完完全全的人 他也会伤心 他也会难过 他也会疲倦 他也会肚子饿 他也会遇到很多的事态 他也一样会遇到一些正战 他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如果这样跟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地上 我们会遭遇的很多事情 耶稣也会面临 会遭遇 而他从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 他可以得胜 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是 他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不是肚子 他跟我们非常不一样 那么这个人就是你可以去学习的 所以路加他在这边 他讲到很多耶稣教导 要怎样祷告 他举了八个耶稣祷告的例子 那今天呢 我的主要耶稣在祷告生活 我不以这个 我不完全其他这八个人 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 也跟我所想要表达的东西 是不太完全一样 所以我没有完全的按照这八个 耶稣的祷告来分享 我就挑几个 我觉得在我们的圣诞中间 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学习的东西 对我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门主很特别 他没有问耶稣你为什么要在水面上 耶稣你怎样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你教我们 我们也可以如果在水面上行走 他没有问耶稣这样 耶稣啊你赶鬼 好多的鬼都被你赶走 你可以不会教导我们的赶鬼 你可以不会教导我们行神经 因为地下实在有太多的需要 有很多生命的人需要得益子 有太多的需要 你可以不会教我们这些 门徒没有教耶稣教他们这些 门徒那个时候认识耶稣是神吗 不认识 他们跟随耶稣一直跟随道 耶稣要丧十字架以前 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神 门徒说什么 门徒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先知 有人说你是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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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答案耶稣不满意 耶稣想要知道的是 你们跟我跟了三点半 你们认识我 你们觉得我是神 我不要讲别人认为我是神 我想要出去你们走 跟亲自听到 你们对我的认识 因为他马上要离开世界了 如果这些门徒都还不认识神 那麽耶稣的时候 怎麽交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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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来行使 没办法 所以耶稣还能请他了解 门徒对他的认识 还有意思对不对 门徒要继续耶稣的时候 他们对耶稣那个时候 还不完全保险 还有人说你是先知 还有人说你是谁 有人说你是谁 门徒参加耶稣都是参加老师 或者夫妻先生 他们用什么可能 还没有办法 头脑上可能知道耶稣是谁 或许知道耶稣是谁 可是他们里面没有 那么真实的去认识耶稣是谁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 请耶稣就把他打告 然后耶稣讲了他要三次 天使下三十五十里过后 门徒其实都听不到 可是门徒为什么那么在意 他们为什么那么在意 耶稣你教我打告 你不必教我在水平上行走 你不必教我去很多的神经行事 我不知道 或许他们因为看到 耶稣真的是个打告的人 而每一次耶稣一祷告 就有很多不寻常的事发生 每一次耶稣一祷告 好像都会有一些 让他们很正经的事发生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 他们也希望耶稣好像 祷告很重要 每次你祷告天就开了 我们祷告同强铁蜜 天下我们好像同强铁蜜 可是你祷告天就开了 你祷告好像就有很神奇的事情发生 我们好像都要学习 祷告的事情 门徒真的是抓住重点 因为神迹奇事 因为在水平上行走 因为很多的感悟 很多的一致 真的或者是耶稣信息的传讲 充满了恩高 充满了权力 其实真的都是从祷告而来的 所以他们真的 好像说到了那个秘诀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耶稣的祷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提到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这个是耶稣公开福事以后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施洗月后那里去施洗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三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在不论是马太福音 马虎福音 四福音书都会记载耶稣受洗的事 但是在路加福音他特别提到 我们一起来看 二十一节 众百姓都受了洗 耶稣也受了洗 这里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二十二节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其状好如鸽子 又有生命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祈愿你 耶稣圣灵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就把鸽子降在他身上 耶稣祷告的时候 天就为他开 为什么耶稣祷告的时候 天就为他开 而且呢 天上还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要替他 为什么会这样做 在约翰福音里面 耶稣要去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 约翰拒绝了 因为他不到圣灵的启示 他知道耶稣是离赛 他知道耶稣非常不一样 这因为耶稣怎么可以来受我的死 约翰所传讲的是 悔改的洗礼 人有罪才需要悔改 没有罪的人不需要悔改 耶稣是神子 他没有罪 他在地上活了33年半 他也没有犯过任何的罪 他不需要为罪悔改受洗 可是 当施洗约翰要来主他的时候 耶稣讲的一句话 我理当见诸般的义 耶稣他非常的清楚知道 他降世为人 他到底成了肉身 他是神 他成了肉身 他去带了人的躯壳肉体 来到地上 我在地上生活 他降世为人 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 人的地位 他是一个十足的人 他是一个万万全全的人 他站在人的地位 他是身为犹太人 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神颁布了律法给犹太人 所以洗礼是神的一个 应该说是这个律法 要守全这个律法 你需要洗 耶稣在地上30年 生活30年 他都进出班的义 律法会因什么 他都去做 他生下来的时候 一把天他妈妈父母 就带他去行割礼 因为是需要行割礼 这个记号是神指明的记号 他去行割礼 守护律法 他十二岁的时候 以色列的男子十二岁的时候 男弟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 他就跟他的父母走个三天 到圣殿里面去敬拜 他行律法下 所规定应该尊神 他孝敬父母 他尊敬他的老师 他敬畏的一些老师 他就守律法 当他出来公开服事的时候 他跟人认同 我就是取了肉身 我就是这样子为人 我虽然是高高在上的神 父神在介绍我想尽的荣华不贵 可是父神要我 父神的旨意要我成为人 成为一个人 成为一个没有罪 没有瑕疵的人 为人生命 我该用卑微 我该用像卑自己 我该用卑微 所以他行律法的义 要来证明 我是心甘情愿的成为人 我心甘情愿的要跟人认同 我心甘情愿的要来遵守 神所颁布给人 应该遵循的规矩 应该遵循的宗教礼仪 我都去遵循 虽然这个宗教礼仪是外表的 它是向着属灵的意义 但是虽然是这样 我看重 我看重神所带 他在什么面前 他把自己叫得非常的卑微 所以贝利比斯第二章才会说 他叫卑微 他谦卑自己 取了母虎的样式 神助使他升高 所以在耶稣的这一个故事里面 这一个受洗的世界里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学习到 我们祷告不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属于高高在上的呢 我带着我在地上的身份地位 我是总经理 我是企业的总裁 我是很会赚钱的人 我带着我身份地位来到什么面前 还是我教育我自己来到什么面前 神啊 我只是受造 祷告是什么 祷告是 承认我是受造的人 我没有任何的能力 我缺乏 我有很多的缺乏 我有很多的无力感 我需要依靠神的供应 我需要依靠神的能力 我需要依靠神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 这个是祷告 耶稣是神 祂不需要祷告 在祂里面有力感吗 我想大概来来 祂是神 你说万物都是祂所创造的 三位一体的身创造的 共同创造的 祂不需要打光 祂可以行神机 祂可以自己想要行神机 祂可以行神机 祂自己想要做什么 祂可以做什么 可是祂在什么面前 祂在父神的面前 天父的面前 祂用尽悲 主啊 父天父啊 父神啊 我甘心乐意成为的 我不是被逼迫的 我是甘心乐意的降世成为的 我是甘心乐意的顺服天父的安排 顺服天父的旨意 祂在这样的情况下 祂甘心乐意卑微的时候 祂的祷告天就为祂开了 神 父神 因为祂的顺服 因为祂的谦卑 祂满足了父神的心意 神不得不散 神没有办法再沉默下去了 天父没有办法再沉默下去了 天要为祂开 告诉祂 祢是我的爱子 我所欣赖的 大家都需要听 所以有时候 我就想到 我是不是可以学习 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 我们祷告 我们是不是带着这个派对 上帝啊 我真的问你 上帝啊 我真的需要你靠你 我们祷告如果带着一个 谦卑的爱 来到神面前的祷告 我想天会为而开 天会为而开 就像天会为 耶稣而开一样 我们带着一个愿意顺服的心 带着一个愿意承认 神啊 你可以的 你可以 你是神 你是创造的神 你是创造的神 我是你所造的 你知道我的需要 你知道我的缺乏 我可能不知道 但是 我还依靠你 以前 我想你们大概也听我说过 以前我很喜欢读栗子的书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太多的书 所以呢 我有的书常常都是栗子的书 所以那个时候我爸爸都会买一些金鱼粮 放在家里 然后呢 我没有地方 如果下雨天没有地方出去玩 或者遇到了父母让我出去玩的时候 我就会去翻那些书来看 我受那些书的影响很多 有一句话就转到 天下无乃是只怕有心人 所以呢 我在我的里面我会觉得 天下无乃是只看你不愿意去努力 去游益 去克服 所以 见到信耶稣的生活 属灵的生活里面 我也会用这句话 以至于 上帝要用一些事情 让我无力感 让我有很深的无力感 我对我的家长小孩 他们在派地期 青春期的时候 我对他们很深的无力感 在家里的环境里面 在家里的环境里面 上帝所养给我的环境里面 我一个大家庭 我遭到我们家里的精神的病人 我有很深的挫折 我有很深的无力感 我有很深的 我没有办法突破我自己的个性的部分 我没有办法去忍耐的部分 上帝让我遇到很多无力感 祂要我先卑 看见自己 很多困难 需要祷告祂 需要依靠祂 需要祂行神机 这是耶稣的第一个功 第一个祷告 教导我们 我们是不是常常带着一个需要 来到什么面前 带着一个缺乏 带着一个无力 主啊 这件事我没办法做 靠着自己没办法做 主啊 这件事我靠着自己没办法做 即使好像我很有本事 我人来愿意来寻求神的带领 我们告诉你 天真的要命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来看 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 赤日早晨 天会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祷告 在那里祷告耶稣 赤日早晨 天会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祷告 马可福音 马可他记载耶稣 他是从耶稣是一个仆人 是神的仆人的角度 他来记载耶稣 仆人的工作就是要听主人的吩咐 仆人不可以自作主张 没有经过主人的许可 就随便去做事 赤日早晨 天没有亮 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去 在那里祷告 我们如果看到马可福音的记载 或者四福音的记载 你会发现耶稣的角度 都是非常的忙碌 耶稣能到处去 到会堂 到各个地方去 祂去 祂去兰养信息 祂去医病 祂去改革 很多人觉得祂好 祂的生活非常的忙碌 可是祂起来的时候 祂第一件事到旷野去祷告 为什么去旷野祷告 我才想祂是仆人 仆人当替主人的吩咐 所以在约翰福音 那里就有提到 有一段的经文 约翰福音 这个我可以读读看 好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子 子也照样做 祂是神子 祂在地上的身份 是神的儿子 没错 祂行很多的神迹 要来证明祂是神的儿子 祂可以有涉罪的权柄 来证明祂是神的儿子 可是祂更多的时候 祂在地上的时候 祂是听从神的 听从这个人 祂自己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祂是神 难道祂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祂可以的 但是祂愿意降悲 祂知道 祂很清楚的认清楚的知道 自己就是人 我现在活在地上 是要活处十足的人 成为所有人的榜样 我这一个人 我所做的事 我都是父要我做的 我看见父所做的 父要我做的 父要我做的 我才做的 父不要我做的 我不做 所以祂到荒野去受试探的时候 魔鬼引祂去试探的时候 对不起 圣灵追逼祂到荒野 引祂到荒野去受试 去让你禁止试时间祷告 祂受了魔鬼的试探 魔鬼跟祂说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就可以从殿井上跳下来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你就可以死死侯变成食物 祂不按照祂的神性去做事 祂完全站在我的位置上 神没有要祂把死侯变成食物 祂就不会变成食物 神没有要祂从殿井上跳下来 祂就不从殿井上跳下来 祂所做的事 祂是看见父所做的 祂了解 祂是一个仆人 徒神恢复祂做什么 祂就做什么 祂看到徒神做什么 祂就体会徒的心 祂就去做 这个就是神之人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 我们试试 主啊 今天我要使他们练好 主啊 今天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 让我特意去做 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 我还学不问 还在学习 你听起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仆人的心 主啊 我就是你的仆人 我心里有空腹 下面一个我们再来看 马太福音14章23节 马太福音14章23节 善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 耶稣行了无名二语的神迹 在这里呢 马太福音14章的时候 不是讲无名二语的神迹 是讲到耶稣行了很多的事情 在那里逆命改悔合成的人 到他面前 他做完了很多逆命改悔的事情以后 他就往上不散 他就独自上山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 耶稣很多的时候 我们如果看到圣经上 有些地方他真的会记得 耶稣很盲目 一天以后 他就独自 他就把我们庭筛开 然后自己独自上山上祷告 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独自上山祷告 他到底祷告什么 我再猜想 以我自己的生活 今天我再猜想 我以前去不是玩 或者我有一些事情 我每次做了一些事情 我回家我就会很兴奋的 有些人来自信 我说 欸来自信啊 你今天会谁打钢 然后我真的 真的 听到他告诉我说 有神迹发生 我就会很高兴的去跟他分享 耶稣 他是不是 当他做了一些事情以后 他是不是也会很兴奋的到神的面前 去跟神分享 因为神是他 他们聊 他跟父神非常彼此相伴 他们三位一主的神 非常的彼此相伴 他是不是也很很想 他听着神的分布 完整的神所交代的使命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很带着很心事的心 带着很欢喜的心 带着很快乐的心 他到神的面前去分享 他今天所看见的 所未见的 因为 神是他所在的 就好像 我常常 真的不是晚 或者我心里有什么事 我都会打开 我不会去找别人 我今天跟他一起说 我今天做了什么 我今天想了什么 我今天有什么事情 我还是什么 耶稣 他很贬任 他很疲倦的时候 他很忙碌的时候 我相信他不是很多人 他一定很疲倦 他很疲倦的时候 他很忙碌的时候 他就来到神的面前 为什么 因为 他不知道到什么面前 那么是他唯一安息的所在 当我不到自己的时光 你知道吗 我就学习 真的有时候 实在非常的平均 工作很平均 改参了来很平均 工作很平均 工作很平均 真的很危险 要祷告你 然后我就学习 我就学习 我就来到什么面前 主啊 我好平均 我非常的平均 我身体真的非常平均 所以有时候我心里 一直到我面前 我就来到什么面前 主啊 我来到你面前 可是我好像 我祷告不出来 但是我在你面前的休息 我就这样亲近 我就这样想到 什么面前 很奇妙 是 前一周以后 我好像可能 手机都不消失 我们基督徒 我们修行的地方 唯一修行的地方 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记得我在以前的教会 我以前的教会 非常强调的就是 我们都学习的就是 那个时候 一个礼拜有五次的聚会 周间的 主日的 大概有四五次的聚会 我的工作非常的忙碌 那个时候 弟兄都在外面 都在工地 所以 一个人带回来一次 或者有一次 那 全家 大小一次 我一个人要找 全家七个人一次 然后我养两个小孩 然后我都教师 然后我常常非常忙碌 非常忙碌 可是 我就会抓住 那个聚会的时间 因为我知道 就是我心里很忙碌的时候 我身体很忙碌的时候 我原来 要来到什么面前 因为我渴望 我渴慕 在那里跟神亲近 我渴慕 告诉耶稣 我爱你 即使我很忙碌的时候 我也要把我的爱 归给你 你知道吗 当我这样的学习的时候 不只是在聚会的里面 在家里面 我常常刻意的多时间 中午休息的时候 其实是忙碌的时候 早上教完书 中午是过半休息 我就刻意的多时间 心静止 晚上 我就刻意多时间 心静止 甚至 当我没有刻的时候 我就刻意的 我甚至会提醒自己 刻意的多时间 心静止 当我这样子操练的时候 有一次 当我今天就会说 我看见 有片的海 耶稣的爱 就像那一片 广阔的海洋 把我整个人包围 把我整个人包围 我沉浸在 那个浩瀚的 爱的大海里面 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很疲累 但是 当你清清楚的时候 就是你睡着的时候 神很难为你还在 就像我们子妹 刚刚分享的见证里面 你很疲累的时候 你在那里听讲道的时候 你在那里 你的心就是要来 清晰的时候 神虽然是他 神还是那个彰显到的 好像在哪里 都烦烂了 耶稣 他很盲目的时候 他人来 渴望与他的天父亲近 他喜欢把他 身边发生的事 就是告诉天父 他喜欢跟他的天父亲近的努力 他喜欢在天父的里面 是唯一他可以逃往的地方 我们这生活中 是不是也这样 有时候你的工作压力很大 有时候这个工作 可能不是你乐意做的 可能你不是那么甘愿做的 可能不是你那么想要做的 你是不是很可怜 在那个时候 溜出来一下 到耶稣的面前 在那里休息 在那里亲近他 在那里告诉他 我们修行一下 祝我修行一下 祝我修行一下 因为你是我唯一安心之所 因为你是唯一我可以逃往的地方 我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逃的 我只能够逃到你的里面 因为你认识我 因为你知道我 因为你知道我的难处 因为你知道我的压力 因为你知道我的环境 因为你知道我的环境 因为你知道我心里实在好疲惫的 而且我肉体也很疲惫 可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候 你来到那些人面前 我告诉你 你会基地非常不一样 以前我背负人王 我去去的 我告诉你 老实告诉你 我常常打个搜索 可是 那个时候我的故事常常鼓励我 没有 你打个搜索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后来我到这 我才稍微有体会 原来真的感觉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把耶稣 当着我修习 当着我的命案子 当着我可以修习的地方 神非常高兴 祂非常的喜悦 因为你的心都在祂身上 因为你知道 正是唯一可以安静的地方 当你的心 单单的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 神 祂非常的喜悦 祂非常的喜悦 在约翰六节 耶稣推到荒野去祷告 在路加福音 五章十六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 耶稣医治了很多的病人 耶稣的名声 就把他传出去 祂在店里面 会到里面教导人的时候 也充满了恩言 也充满了犬名 所以祂的名声很快的传出去 那么在约翰六章十四节十五节 他那里也提到 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 那么很多人觉得 哎呀耶稣你好了不起喔 五饼二鱼 你可以变出来 让五千个人吃饱耶 你好了不起喔 你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 你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而且我们大家都吃饱了 还有剩下十二蓝的零碎 所以啊 他们那个时候 圣经上记得 在约翰五鱼那里 他们强逼耶稣做王 他们在那里 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 为什么呢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王多好啊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他随时可以供应 而且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哎呀我们的王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王 他那 如果有我们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王多好 时时刻刻可以供应我们 时时刻刻可以满足我们 时刻刻可以解决我们的困难 我们身体有疾病的可以抵制 心里有疾病的可以抵制 我们甚至身上没有食物有缺乏 他都可以供应 哎呀我们当然要这样的一位来做王啊 这对耶稣来讲 是不是试探 耶稣跟我们一样是人 耶稣跟我们一样是人 其实我来说那里说 耶稣跟我们人一样 他受了一个佛里斯坦 可是 他在这些试探当中 他没有失败 他得胜 他得胜的秘诀是什么 他退到荒野去祷告 耶稣在遇到失败的时候 他变得胜的秘诀是什么 耶稣一直站在人子的地位 他一直不省他的神性 他一直以人的位置 因为他一直成为 他是完完全全的人 他一直站在人的地位 他才可以救亡 耶稣跟我们一样见识的 他也有七情六一 当然用七情六一 这个来形容他 但是这是最简单的 他也会有 困肚子饿的时候 他也会有身体需要的时候 他也会有疲倦的时候 他也会有一些需要的时候 他会不会被虚无的荣耀 他会不会有这样 我们学校来吸引或许也会有什么 或许也会有什么 或许也会有什么 我在学校教书 我们学校一般的大学 都当然都不一定 有看中博士学位的人 你会不会陷入别人的成功 你会不会陷入别人的这么高的学历 然后他讲话 虽然他不一定会教书 但是他讲话 就是因为他有高学历 人家都会不相信他 会不会这样 我们社会上充满这样的事情 可能会不会 你会不会陷入别人的成功 陷入别人的高学历 陷入别人的工程研究 陷入别人很会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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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会经历 以至于你的心开始偏离了 想要地上的人 虚伏的人 我想我们是人 我们都是能够的人 有一阵子 因为很有意思 那时候我举我们外星人的例子 我一起来看书 我觉得是中有黄金屋 真的 对我来讲 书中有黄金屋 有严密 我认识一个老师 他就送我 我们外星人今年上佛音 他就送我们外星人一套参考书 然后我就把我们外星人的参考书拿来看 哎呀我觉得现在参考书真的变得好棒 然后我就跟我外星人说 这个蔡老师变得好棒 赶快我告诉你 这个重点都在眼神一起来 我就要读就好 我们外星人跟我讲一句话 他跟我说 外婆是那种好不喜欢读书 外婆我说那你喜欢什么 他说我喜欢诗歌 他想玩 他不想读书 我说这个蔡老师真的很棒 我读了耶 而且我花很短的时间 就录你第一张读完 所以他跟我说 外婆 那个书是你老师送给你读的 不是送给我读的 他跟我说一句 那个老师送给我的 不是 那个老师是送给他读 因为他是佛音 他跟我说 那个老师是送给你读的 不是送给你读的 因为他不想读 他去读 所以他说是送给你读的 他说你能爱读 爸爸说你要考之优班 因为他考试的话 他有机会去考 我就想说我帮助他一下 看了他的书大概是什么 然后不为了叫他读我 结果他爸爸说 外婆比你还要认真 所以外婆去考是我的 我们喜欢看书的人 我们可能真的 或者一些喜欢读书的人 真的可能书中真的有房间 真的有朋友 这个会成为你的保障 这个会把你吸引住 让你慢慢慢慢慢慢 远离你的神 不是那个不好 你的工作需要 你需要谨慎 你的兴趣是好喜欢 你可以去看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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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仍然 要在什么面前 要在什么面前 这是我们学习的 当诗看台语的时候 地上的信念诱 又会非常多 很多人穿银牌 以后不会受影响 如果我身上没有穿银牌 我好像没有那个道 没有那个价值 我好像没有那个身份 很多人高成就 我好像比不上他 我会有很深的自卑感 或多的伤害 我想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极大的挑战 但是 这是祷告可以避免 耶稣的教导的主导的奴命 主啊 求你救我们脱离事态 救我们脱离事态 但是遇到事态的时候 如果没有办法避免 你仍然会透过事态里面的时候 主啊 求你 给我力量 胜过事态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事态的 有一阵子我对我的外孙女 真的 他真的就像我的偶像一样 我可以因为他 我很想说 我就会吃不下喝不下一样 就会觉得睡不好 因为我很希望 我很希望 他进他的稳定 好像他就变成我的偶像 我需要把他完全的交给上帝 主啊 他不是我的偶像 你才是我的偶像 他不是我的偶像 我不需要以他为偶像 我不需要因为他好我就不高兴 他不好我就不高兴 我不要因为他影响我的生活 影响我的意识移动 影响我的生活 这个是需要学习的 这个是我们每天的功课 可能他会变成我的偶像 可是可能事业会变成你的偶像 可能追逐金钱会变成你的偶像 可能追求名牌 追求你再被 再希望人家来 看你有价值 找你的偶像 但是 这些都不能够养住 这些都不是只要我们而成的 只要我们而成的 单单的来开他 单单的以他为乐 单单的尊重他 单单的为他而活 当这些偶像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他交给上 我们要有个敏锐的灵 我们对圣灵要个敏锐的灵 神会提醒我们 当这些偶像出现的时候 我们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祷告 让他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 让他不要搅扰我们 成为我们的重担 我们的重担是可以卸给神的 最后一个我要提到的就是 耶稣在克西满园 耶稣在克西满园的祷告 耶稣在克西满园的祷告 我们来看 马太五音二十六章三十六节到四十六节 这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耶稣在克西满园的祷告 耶稣在克西满园的祷告 这个对耶稣来讲 以我们现在的话 叫做树林真在 树林真在 你要体贴神 还是体贴自己 你要体贴神的旨意 还是要体贴肉体的舒适 这个是一个选择 这个是我们每天生活 都要面临的选择 耶稣在克西满园的祷告 就成为我们的榜样 我们来看 耶稣从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克西满园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满园的两个儿子 同去就丢头起来 极其难过 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基督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集醒 他就稍往前去 浮浮在地 祷告说 我父王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 彼得说 怎么样 你们不能同我急醒骗死吗 总要急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凝弱了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 我父王 这杯或不能 离开我 必要我喝 我愿你的旨意成全 四十三 又来又来 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困 困倦 四十四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 第三次祷告 说的话 还是先写一样 于是来到门徒那里 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人来睡觉安歇吧 时候到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是十六 起来 我们走啊 看你 奈我的无尽 好 这是马太福音所说的 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说到 耶稣在克星满园的时候 他祷告 他祷告 他肉身 他马上要神秘上十字架 对他来讲 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是不是 他有肉体啊 肉体会痛苦 我要被冰十字架上 我想可能不知道我觉得到我们最重要的是 他要承担世人的罪灭 所有世界上所有人的罪都要干部在他的身上 他要承担世人的罪灭 因为被神大大的震怒承担 他被我们最被神承担 与神隔离 我想那才是最大的痛 他跟神非常的相爱 一个相爱的人 分离是非常的难过的事情 他跟神非常 父神非常的相爱 现在他要死在十字架上 他要与神暂时的分离 对他来讲那片刻的分离 对他来讲 那个罪恶的袋子在他们身上 要忍受神的忠忍 这动力是非常的痛苦 另外 网民我想可能 用礼牢上十字架 也不是人一个学校的 所以他忧著 所以他祷告 他祷告了几次 三次 虽然说同样的话 他祷告了三次 别的福音书说什么 说他祷告到汉如雪 他祷告祷告到 如汉如雪一样 表示那是一个很困难的祷告 可是他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 神啊 顺服你的旨意 如果这五杯是你要我喝的 我愿意顺服 他没有说 神啊 我不要喝这个祖杯 可以都可以 我不要喝这个祖杯 之后一次都要祷告 他不是 神啊 如果这个祖杯 是你要我喝的 我顺服 结果神 拆开天使加力量给他 他不是祷告一次 一次 没有结果就算了 一次 他祷告三次 连续祷告三次 代表什么 祷告三次 在圣经里面请到的三次 都是很慎重 都是很慎重 他一再地祷告 神啊 我要顺服你的旨意 我要放下我自己 我要顺服你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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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愿意顺服 这个就是一个所能正在 他不体贴他肉体 他不体贴他心理 自己的心理 他不体贴我 他完全选择 我要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神就向我愿意 今天 我们每个人也会 遇到像天神一样的困难 我们的环境里面 可能我们也遇到很大的困难 就像大山一样 除外很大的困难 感觉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的婚姻生活 我们的教养子女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环境 都很不容易 现在的环境 对基督徒来讲 会越来越难 会越来越难 因为耶稣说了 在末世 不法的事越增加 不只是耶稣说了 连 那个使徒都说了 在末后 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增加 人要跟家里的人 怎样 要反对 对不对 人要被约 要被信 不法的事会 凶残 残暴的事会越来越多 天灾沦漠 会越来越多 对基督徒来讲 要在世界上好好的遵行神的旨命 会越来越多 能力 最近 我昨天看到一个人 聊天给我的消息说 伊斯兰教已经有进化 要入侵台湾 我们台北已经开放 穆斯林有祈祷师 然后政府也想要引进穆斯林 这个宗教 它有它很可怕的地方 真正的信 但是有些像圣战主义 高级圣战主义 当这种教父亲的时候 你知道传福音很难的 传福音很难的 回教 伊斯兰教士 他们只能够接受他们的宗教 如果他接受这宗教 他是会被打死的 如果我们台湾一直跟中共 一直跟大陆没有办法 很和谐的相处 有时候可能 我们没有那么自由的来教会聚会 所以每次我想到 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教会聚会 是个恩典 很多人来要去教会聚会 很混乱 我们能够来到教会聚会 就是个恩典 我们就是要抓住个机会 我们就是要好好来追求聚会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机会 哪一天还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因为在末后的世代 那个撒旦的权势 他会对境有很大的疑惑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不是狗狗 是我们都 因为这是圣经的话 我们都需要有心理准备 所以我们应该趁着有机会的时候 把我们来追求聚会 当我们遇到面临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就有抉择 你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呢 你还是要披肩你的肉体 你是在意神的旨意呢 还是在意你自己 这个就是属于我们身在 耶稣给我们一个保养 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虽然对他来讲 他说这是苦女杯 他跟他的门主也讲 上十字架是苦女杯 如果喝这杯 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喝吗 你们能吗 这对他来讲是苦女杯 可是他祷告 他祷告 主啊 我顺服你的旨意 你不要挪走这个环境 你不需要挪走这个环境 你帮助我来顺服你的旨意 神就会加力量 今天在我们的婚姻生活 在我们的工作压力 在我们的家长子女的挫折 在我们各方面的挫折上 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神会加力量的挥折 当然 神不是在他第一次祷告的时候 加力量 是他第一次祷告 第二次祷告 又第三次祷告的时候 神在天使加力量的挥折 当你决心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 神会帮助你的 神会帮助你不体贴肉体 完全属于神的代理 这个都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 我们可能一次胜过 第二次不见得胜过 我们可能胜过三次 第四次不见得胜过 我们的一生都在进行属灵真诞 因为仇敌的诡计 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地域里面 仇敌的诡计就是要 让我们背叛神 向神不忠诚 仇敌的诡计就是 你看 我们离婚多好 我永远不要见到这个人 对不对 你看我们断绝父女关系多好 我永远就不用管他的事情了 走你的诡计 可是神的旨意是 你透过这个环境 你来学习更多的经历我 更多的可以经历我的爱 更多的经历神迹奇事 更多的放下你自己 更多的你的度量被神迫障 对不起 我还要再讲一个 耶稣拣选十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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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他们为使徒 耶稣本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 来挑选门徒 因为他就是神 可是他没有 他没有 他要听神 听父神 他要听父神 在挑选门徒的时候 他整夜祷告 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严肃 他整夜祷告 我想可能还有一件事情 上帝要他拣选 要选犹大 他是神 他难道不知道犹大会背叛他 他难道不知道犹大会出卖他吗 他知道 他整夜祷告 上帝啊 真的确定吗 天父啊 真的确定要选犹大吗 真的确定要选犹大吗 他选了犹大以后 这个犹大 一方面 他给犹大机会 给犹大机会 让犹大可以来 会向神 他充满了犹豫 另外一方面 犹大 在他面前 每次他看到犹大 可能他就会想到 我要上十字架 每次看到犹大 他可能就要想到 这个出卖我的人 有一天会出卖到十字架 我还要怎样面对他呢 一个要出卖你的人 每天天在你面前晃 你觉得呢 你看到吗 你觉得你心里做好感想 可是耶稣 真的充满慈悲 充满烟 充满慈悲 充满烟 他整天祷告 为什么要整天 他要很清楚很清楚的 听到神跟他说 是这个时候 今天 我们遇到很多的事后 今天我们遇到很多的选择 今天 我们需要做很多的选择 我们可以不可以学习耶稣 花长一点的时间祷告 祷告到上帝跟你说话 如果很重要的事情 你是先有了计划 然后请上帝替你背书 然后把这个计划 乘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啊 我现在要做这个事 我现在要做那个事 请你合作 还是你祷告到 你很清楚 上帝的旨意 然后说 上帝啊 我明白 我上帝的旨意 怎么做的 这个 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提出来 耶稣的这些 当然 耶稣还有两个代道 他又在登山变向 他也祷告 他要问民主 我是谁的时候 他也祷告 他在登山变向的时候 他祷告的时候 他就变向 他也为彼得 他跟彼得说 你为三是不论我 可是我会为你祷告 他预先为你祷告 他有很多的代行 这个我对不起 我想 说到这几样 跟我们 目前非常切身分 我们会遇到事 我们会有所谓的正在 我们会选择要指贴肉体 还是要顺苦顺利的代行 我们都会面临到这些绝对 我们都会有疲惫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过过非常忙碌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些事情 是我们不乐意做的时候 你要躲到哪里去呢 你要躲到哪里去呢 耶稣说 在他里面可得安息 可得安息 可得安息 你可以来到哪里 或者你不清楚 还不清楚神的旨意 是什么 你可以来到哪里 或者你已经很清楚 神的旨意 但是 你觉得 你柔效 你觉得 顺服神的旨意 好困难喔 我的肉体 我的心 会很委屈 我的肉体 我的心肠 好像我那么不愿意 选择神的旨意 我觉得 我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多好 如果你面临这样子的绝对的时候 你祷告 你祷告 你要祷告 你需要祷告 或者你有一些 可能 对面你到事不在 或遇到事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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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知道 可以祷告 主啊 救我脱离的事不在 或者 主啊 当我遇到这个事不在的时候 提醒我 提醒我 给我力量 让我胜过这个事不在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需要 需要大量的祷告 需要大量的祷告 不是 千秒再写的一句话的祷告 是需要大量的祷告 是需要长时间的祷告 耶稣给我们保证 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 你们祈求救给你们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寻找就会寻见 祂保证 我们祷告的时候 祂一定会有回应 这句话是 祷告的时候 祂一定会有回应 如果 当你遇到困难 祷告一次 两次 好像还没有解决的时候 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那里 讲什么呢 当我再来的时候 看有一件事上有性格的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看得到世界上 真的有人相信我的话吗 我再来的时候 你们每一个人真的都相信我的话吗 真的相信我会再来吗 真的相信我会随听你们的祷告吗 真的相信我 说 你们寻找就一定寻见 扣门就一定开门 真的相信我所说的话吗 耶稣他渴望他来的时候 找到世界上有性的人 你愿意成为那个有性的人吗 你如果愿意成为那个有性的人 现在每件事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甚至你忙碌的时候 你都可以来到什么面前 你来祷告 你就可以尽力神 当你尽力神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要被提升 你就可以成为那个有性的人 好不好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什么面前 我们来祷告 你一定有需要的 你的家庭生活一定有需要的 你的传物一事工一定有需要的 除非 你不在意神的国度 不然你一定有需要的 如果你在意神的流度扩张 如果你在意你需要传物一 就有需要 如果你希望你的家庭 能够荣耀神的灵 就有需要 如果你希望你的婚姻生活 能够荣耀神的灵 就有需要 如果你希望你在职场里面 能够荣耀神的灵 你就有需要的 把我们的心理打当 感谢观看